可以有这个回酬了 这样他在相信朋友的情况底下 他就给了一万块朋友去做这个投资 然后可是一直迟迟 他朋友完全好像没有消息这样子 那直到他追问朋友的情况底下 还知道原来是他朋友没有办法 给他任何的回酬了 那么后来他们在约出来见面 就立了一个合约 就说会把那个钱还回分期 这样子还回给这位原姓的氏主 那么这个朋友呢 在立了合约之后就消失无中了 那据原先生所知呢 除了他以外还有不少的人 都中了这一个这样子的投资权套 都是同一个人经手 都是同一个就是他的那个朋友经手 那么他这个朋友呢甚至连 这些 热铃人士 没有收入的热铃人士也不放过 那重死是从几千块到几万块的都有 那么今天他 他站出来的主要的目的 并不是说 他也觉得这个朋友呢 应该是逃掉了 那可能会在其他的地方 再做同样的那个计量 再继续的 诈骗 那今天出来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透过媒体 让更多人知道 有这样的一种 诈骗的手段 在市场上 那么尤其是 他也相信这个人呢 还是继续着用着同样的这个计量 继续骗更多的人去做所谓的投资 尤其是现在政府也刚刚开放 又允许了这个旅游的部分 所以他担心会有更多的人会受骗 那么